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录共好 邀请七大企业主管及副市长邱佩玲 市府秘书长方定安等人 在市立文化中心举办 力拼成为移居城市的仪式 邀请到了各大重要的餐饮 跟零售连锁的企业 共同到基隆来 大家响应干净家园 在这一共266家的企业的店面跟场域 很感谢他们在周边的两公尺的范围 未来都会协助我们将这个环境打扫干净 大家不要看周围两公尺 因为这些都是全国最著名的企业 而且在基隆有的最多的门市 所以经过了这些三星企业的参与 未来基隆 我相信让我们的环境更整洁更干净 一定会有很大的注意 在此非常感谢我们所有企业的积极参与 我们一起努力让基隆变得更好更干净 我们这次也是响应 让大家能够加入今天的启动仪式 让无论是我们的公厕可以更友善 或者是在我们店家前面的环境 我们都可以达到一个相对更整洁的一个程度 也很谢谢大家 也很谢谢所有的企业 这次很热力的来参与 环保局长马仲豪进一步表示 已经在赶制基隆市干净家园 环境友善店家的贴纸海报 4月底之前将张贴在全市这266家 门市店面 请各企业主加强店门前两公尺地面清洁 及宣导民众 烟地减量和公测友善开放等目标 希望可以号召更多本市其他商家一起加入 有效发挥企业正面形象 逐步落实干净家园 基隆共好的愿景 共同打造亚洲最有爱的宜居城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在传统京剧乐器声以及节奏中 画着可爱金剧脸谱 身穿可爱海龟装以及海马装扮的舞者 用俏皮轻松又让小朋友看得懂的表演 演出关于海洋保育及环保概念的戏曲 吸引着现场大小朋友的目光 庆祝儿童节海科馆邀请国立台湾戏曲学院金剧团 特地为了海科馆及儿童节 新编儿童戏曲曲曲目名为伟大不掉的海马卷卷 儿童节当天在五楼阶梯舞台演出 吸引爆满的家长带着孩子们到现场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也特地到现场 陪同大小朋友们一起观赏 欢度不一样的儿童节 参观我们的海科馆 那明天还有一天的假情 也回去之后跟你们的亲朋好友讲 赶快过来还有好多好多的 一些很好玩好看的东西来呈现 今天是儿童节 那我们儿童院小朋友最大 不是因为我姓同是小朋友最大 如果有在关注我应该有发现 我非常重视儿童教育的相关议题 因为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 也代表着我们小朋友的未来 一个城市也就是我们基隆 未来怎么替我们所有的小朋友着想 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城市 也就是基隆一个未来的城市价值 所以四月 不过四月除了是儿童月 还有一件事情跟我们非常重要息息相关 也就是22号是我们世界地球日 今天海科馆大家一起来看我们这个海马卷卷的小朋友 我相信大家都是爱护环境的小朋友 首先我们还要感谢国立台湾 戏曲学院的金剧团 在传统的金剧表现上面 还可以带入我们环境保育 有序海洋的议题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沉浸式的剧场 也是我们海科馆发挥教育 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我们非常感谢国立台湾系统学院 特别有机会来到基隆 让我们的小朋友 除了在延续我们的文化传承以外 还可以融入我们的环保议题 我想非常地感谢你 那最后我想说 创造小朋友的笑容 跟各优质的教育环境 是我们名义代表 责物旁贷的天使 我代表基隆市议会 非常感谢海科馆 也感谢我们的艺术团队 让我们一起为小朋友打造 永续同乐 还有自由追梦的未来 感谢大家 除了表演让大小朋友 看得目不转睛之外 表演前的现场有讲问答 赠送的相关小丑鱼 龙虾以及章鱼等气球 更让小朋友嗨翻天 海科馆方面表示 这出最新巨马 伟大不掉的海马卷卷 除了儿童节 在海科馆首次演出之外 之后将随着金剧团 到其他地点公演 下次再回到海科馆 演出的时间 预定是今年的11月5号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可以拿到精致的棒棒糖 小朋友们都非常开心 欢度儿童节 基隆市议员施伟镇 特地制正 500支精致棒棒糖 分送给中山区中和国小 以及中华国小的小朋友们 希望小朋友都可以过一个 欢乐的儿童节 也受到小朋友热情的欢迎 和校方的感谢 去五天过儿童节好不好 好 到时候开始了 那我来回来 跟你说好 我的汪汤的每一个人 都很可爱很漂亮的造型 但是呢 我尽量尽量 再把红色发给女生 但是等一下 没有拿到毛泽的孩子 没有关系 因为她有线 可是呢 我每一只都是 有耳朵的 都是不肯带的 都不肯带 它是否会否会 好不好 变成了 翻转上课跟下课 并且将这份快乐 延续到学校到家里 也能够跟爸爸妈妈来进行分享 非常感谢施议员 能够从幼苗 带给我们的小朋友 快乐健康安全的角度出发 她为我们带来了 许多的祝福跟喜悦 非常开心 让我们今天儿童节呢 除了自己需要准备的礼物之外呢 又一个额外的惊喜 所以小朋友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这边也谢谢 并说的小朋友 谢谢地座 给我们的惊喜礼物 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对于伟正叔叔来发 儿童节棒棒糖 小朋友们都特别高兴 市议员施伟正也希望将这份快乐 从学校延续到家里和爸爸妈妈们一起分享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森林里的动物派对开场咯 光荣优宝科的大哥哥大姐姐 前进落实幼儿园带来精彩的演出 其实很感动 因为大姐姐大哥哥们 除了准备一些气球以外 他们也编剧 然后做了一些布置 还有每一个孩子都也精心打扮 真的也感受到他们的用心 藉由这一个儿童节的一个节日 那光荣家床的孩子来这边 跟幼儿园的小朋友做个互动 那除了展现在学习的一个成效之外 更重要的让孩子有一些创意 把他们在学校得到的一些教具设计 能够带到这边跟幼儿园的小朋友互动同乐 动物狂欢派对戏剧寓教娱乐 幼保科孩子透过多元学习 展现无限创意 也将探索尊重与感恩的精神种子散发出去 祝福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这不是选美 而是盛装打扮的得奖社工 走秀绕场接受全场欢呼致敬 在上台接受社会处长杨玉新颁奖 让得奖的社工们倍感尊荣 每年4月2号是社工日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解封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特地在基隆柯达饭店 举办机优社工表扬活动 分为活力新秀奖 服务机优奖和卓越领导奖 总共15位机优社工人员接受表扬 主办单位市政府社会处特地安排各单位得奖社工 走秀绕场接受欢呼致敬 再上台授奖 让身为社会安全网重要骨干的辛苦社工们 共享荣耀 4月2号是基隆的社工日 我要向社工人这群平民英雄 致上最大的敬意 没有你们 没有今天称起整个基隆基层服务的可能 我所在的仁爱区 是基隆开发最早最老的行政区 有许多弱势的家庭 都是一位一位社工协助称起 我要在这边向你们致上最大最真诚的敬意 谢谢大家 我想在我在议会的这个任内 每一年的社工日 我在这边跟大家宣布我一定不会缺席 我不知道我可以担任议长多久 但是我在担任议长的这四年的时间 市议会绝对会给予大家最大的协助 让善的循环都激动最大 最后服务人的社工们也需要被关注 被支持 大家的工作的身心状况也需要被专业的辅导 我与市议会也会支持社工争取自身劳动权益 与心理諮商等等服务 我们一起让基隆的社会安全网健康健全 而人性而感动 基隆社工英雄们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他们乐在服务当中 你看到今天的热情 今天的掌声 这就是社工的生命力 我们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 其实我很感动于社工所有的一切 实在千言万语 那我要说的是 感谢你们 以你们的生命投入在另一个生命当中 你们自己健壮美丽的生命青春 投入在所有的苦难的生命当中 而你们在那当中 支持着一个个生命能够站立起来 好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资产 跟社会的力量 就是我们社会最重要的资本 就是各位社工 所以谢谢你们的付出 谢谢你们的青春 谢谢你们的所有的爱心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也和市议员吴华家 更是亲自逐桌 向来自各单位的社工伙伴们 问候致意 感谢大家的辛苦 并且和得奖社工们合影留念 分享得奖的喜悦 有爱基隆 有爱社工 有你真好赞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各位乡亲大家好 我是郑文婷 郑文婷有一个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荐她的原因是因为 她有正义感 基隆要持续进步 需要懂得向中央争取预算的好立委 立法委员电话民调 请唯一支持最专业的郑文婷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阿蕙啊 头前是怎么啦 就仁爱桥4月10号开始要改建了啊 蛤 为什么 因为仁爱桥超过40年了啊 要改建才安全啦 哦 你是说要花旧啦 从4月10号开始10个月 大概到明年第一季啦 好了好了我快来去跟邻居说 仁爱桥4月10号要开始改建了 这样会比较安全啦 各位视频朋友大家好 我是赵明君 我已完成登记 民主金部党立法委员党内初选 身为市议员 我深深了解 基隆市即将面临的现况和挑战 基隆市要持续进步 立法委员电话民调 请唯一支持 同年接着张秉均 慈云市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课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市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市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慈云市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残拜哦 发放时间还没到 郑文亭服务处 集满百位民众来排队 准备领取爱心蔬果 仔细合对身份 再将蔬果装袋送给民众 而这每一份爱心蔬果 全来自散心人士 大概要一百以上 一百二三哦 对对 像这个苦瓜都要五六十块 桌上摆满分好的蔬果 全都是最新鲜食材 市议员郑文亭服务处 每周五固定发放爱心蔬果 三年多来 帮助不少弱势和独居长者 要抱我们吃 我也帮你一个人 对啊 这样可以吃更多 这个爱心冰箱 我们的关怀户 都是中低收入 或者是身心障碍 等等的弱势之群 我非常感谢 果菜市场的朋友们 他们知道我们在 这个爱心冰箱上的 什么是严谨的 同时他们也知道 我们是真正帮助 需要帮助的民众 所以他们长期以来 互分你我 而且他们自动会 轮流提供爱心物资 除了发放爱心蔬果 服务处特别请卫生局 开来S光摄影车 让民众接受胸部S光检查 我们非常感谢卫生所 愿意来到这边 来帮他们照胸部S光 让他们的健康能够早日 发现他们是不是有状况 如果有状况 我们就早点发现 可以早点就医 目前来说是 你健保卡只要满45岁的都可以做成一件 那除了这个以外 如果卫生所有活动 那符合资格的话 最好都会来做一个塞件 又是发放蔬果 还提供胸部S光检查 市议员曾文廷表示 希望这些官员户 能够受到社会的帮忙 让他们不会感到孤单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港股船体这边居民那么多 还有我们美的世界这边居民那么多 人数那么多 我们这边都没有一个斑马线 可以过来对面 这样子是不是很危险 最主要是这边比较直 大家速度很快 然后从那边上来 也是大家转弯的时候 也是加速这样子 会造成很多车祸 车来车往了教校街 周边大型社区林立 包括港都传奇 美的世界社区 居民就超过数百户 但仔细一看 从社区出来 民众要过马路 只能够随意穿越 是不可能 请民众走了200公尺 到深美国小的那边 再绕一圈 按照交通法规这样走 那我相信 大家也都不可能 做这种事情 我们有一个合法的斑马线 那民众就会按照规矩 向去走 那这样子大家也都安全 开车的也安全 那开车到这边 他一定知道一个斑马线 那我们大家都会减速 那行人也不用这样 很慌张 那边东刚西旺 这样走 这是我们社区道路 那现在变成公用道路 那车子从那个 深美街过来 过了桥 很直 速度都很快 都不减速的 虽然地上有画 什么白线 写一个慢 都没有用 车是很快 然后社区居民要过马路 你看现在都是双黄线 他没有地方过 两头都没有斑马线 一定要到深美国桥 然后社区美的世界 大门口才有斑马线 那这里又有一个公车站牌 公车站牌下车了又有人 要如何回去 一定要穿越马路 那是不是产生非常危险 那现在要推行友善绅士 你为什么让老百姓 闯这个马路 为什么不做一个斑马线 让两边的住户 可以来有方便 原来这条叫小街 原本属于社区道路 却是当地唯一的连外道路 后来被市府征收 道路宽敞又笔直 现场设有限速 20公里的告示牌 但居民进出路口 都很害怕 我们美的世界 跟港突传奇这边 这个我们这里有好几百户 然后每次这些住户 要过马路都提心吊胆 因为这里的车速 真的非常快 那和苏平服务处这边 也办了很多次会刊 那这次终于就是有结果了 就是会在这个 美的世界 7的前面 我们会画一个 摸字形的一个 行人穿越道 那也请我们驾驶朋友 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请小心慢行 那我们用路人 要过马路的时候 也要小心 看两侧有没有来车 再过马路 那也就是我们现在 谢市长所推动的 友善行人的一个 行车 行走的一个 政策 经过市议员 何淑平争取 邀请了交通处会刊 交通处同意化设 斑马线 近期就会完工 记者 黄绍明 金融报道 机动市议员 林敏勋 试用刚修复好 重新启用的 鸟巢荡秋千 非常满意 为在暖暖运动公园里面的 鸟巢荡秋千 非常受到孩子和家长的欢迎 不过在228连续假期时 可能因为使用不当而受损 在机动市议员 林敏勋 不断关心和督促下 在市立体育场场长 林博树陪同下 终于在4月6号 重新开放使用 主管单位也设置 限制最多一次 两个人数使用的警示牌 提醒大小朋友 在游玩使用时 注意安全 也避免损坏荡秋千 因为这个使用上 它还是有所限制 所以说我们有贴个告示牌 希望以后在使用上 能够以两人为限 因为这个设施本身 也还是要考虑到安全的问题 那上次在评估中 因为不是裸酸的松动 主要是整个机座的部分 已经损坏掉了 所以说我们这次 整个机座部分做一个修改 大概暂停了三个礼拜 那也成为我们林医院 这边的一个督促 那今天大概检查完毕之后 没问题 我们就会开放给大家 市民来使用 告示牌 那请就是说家长这边 可以来做一人一大一小 或是两个小朋友为限 就是说两个人来做使用 在这个承重的那一种 应该还可以承受得住 那不要说太多人一起上去 那这个会造成这个器具的一个损坏 另外儿童游戏场内的天文 望远镜下方的攀爬网 也可能因为一次使用人数 过多过重而被撕断 溜滑梯脏污等问题 市议员林敏薰也希望体育场 尽快改善 也呼吁民众一起小心使用 很长的一个 略滑梯也是大家很喜欢玩的 那上面其实有一些污损的部分 我们也请这个体育场 来做一个整洁的一个整理 那包含这一个 我们现在看到后面 这个有关于这个天文台的 这个望远镜的这个栏杆的这个基座 那原本里面它底下的这个盘盘网 也已经坏掉了 那因为应该也是太多人 从同时兼在上面 这个一起同时兼在上面 所以造成这个网址这个破损 那我们现在也希望说就是 到时候也会设立一个高四排 希望说大家可以分流 然后排队来做一个使用 那希望说可以让这个 游具的这个器材的寿命 可以继续延长 那这个故障率也不要这么高 体育场场长林博树表示 鸟巢荡鞦韆损坏 不是因为支撑架上方螺丝松动 而是支架下方四个深入地下的边角松动 经过将近一个月重新灌江 稳固维护保养确定安全后重新开放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民众来到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 儿童游戏场 一旁攀爬区 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正想奋力往上爬时 却发现游具的岩块出现了松动 一不小心很可能会摔得人羊马翻 游戏场攀爬区开放5到12岁儿童使用 清明年假期间吸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玩耍 不过攀爬区却发现原本固定在墙面上的岩块出现了螺丝松动现象 借用C员胡话家接获民众反应 立即通报市府前来处理 现在在的位置是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 那我们这个公园的那这几天呢 其实非常多的家长带小朋友来这边玩 那我们呢就有发现说 现场的这个攀岩厂的岩块它有松动的现象 那就我们的了解呢 是在廉价之前就已经有这个情形发生 那其实家长跟小朋友都非常担心 因为攀岩厂它的游具通常都会有一点高度 那都会比小朋友的身高高了大概四五个小朋友那么高 那他们往上爬的时候 因为那个重心会踩在岩块上面 它松动的时候如果就是脚没有踩稳 也怕小朋友从就是上面直接这样子滑下来 那又撞到其他岩块那造成受伤的状况 所以其实家长非常的担心 这处109年新建完成的大五轮森林儿童游乐场 很受到民众欢迎 但因为既有多雨天气 这次民众发现攀爬区岩块松动 立即向市议员反应 管理单位驱公所在上班首日随机派员修复 蛮感谢我们无话家无议员办今天的会刊 说真的这个地方只有里长来巡视的话 当然如果有公所来加强的辅导的话 是比较好一点 是一个检疫给小朋友使用的攀爬场 那可能这个使用上可能 他主要是用螺栓方式固定 可能使用上也有点过度的状况 那可能罗亚本已经松动了 那厂商今天已经来做一个修复 这个部分可能修复部分 在使用看看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会建议说 这种部分就是说做一个固定 一个周期性的一个检查 大五轮森林公园儿童游乐场设备齐全 包含了溜滑梯 荡球签 篮球场等设施 为了求安全起见 市议员无话家建议管理单位 要定期的巡检 来维护游乐场的安全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针对郭台铭董事长宣布投入 2024总统选举争取国民党提名 基东市长谢国良表示 乐见有更多力量加入国民党这个团队 共同努力赢回2024选举 让台湾和平安全 也对郭董表示 最后不论有没有获得国民党提名 都会全力来支持国民党 让2024年再度政党轮替表示感谢 我们乐见有更多的力量 能够加入国民党这个团队 共同的来努力 来把2024的选举赢回来 让台湾能够和平安全 那我也特别开心看到 郭董有表示 不论他有没有获得提名 他都会全力的来支持国民党 并且努力的让2024年 能够再度政党轮替 那针对这一点 我们也特别感谢郭董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画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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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其谈关心您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绝他了 从那天开始 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开出书面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携带凶器者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仪对象 请尊重他人意愿 杜绝跟踪骚扰行为 请打110报案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